中华民国 首先因为我父亲是足球员 在1958年的东京奥运 奥运会 就帮中华民国拿到了足球的金牌 很多次我们跟台湾比赛都有播三民主义的歌 其实我听过我爸爸唱过一次 我看我父亲有很多照片 有一张是他们足球队跟蒋介鞋合照 还有一次是跟杨传广 这个时尚全能的一个跟他拍了一个照片 我妈妈其实也是一个打网球的人 也是一个网球的教练 其实我在做一个足球教练以前 我其实是一个网球的教练 我很喜欢换运动 在读书的时候 足球跟网球都是我主要的运动 还有我要打篮球啊 跑田径那些都 我很喜欢很喜欢运动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 有梦想就要做一个运动员 上了大学以后 其实老实说香港做运动员的情况 其实不太好 因为收入真正很低 没有保障 所以我读完了大学以后 我想再进修一些比较 关于运动的一些的program 然后就去了香港大学 就读了一个运动科学的degree 然后就想在香港其中一个球会 做了大概七年 那球会都是有足球的 有很多其他运动的 但是都是不是基业的足球 然后在2011年我父亲去世了 然后我想对香港再多一些贡献 所以我把工作都吃掉 然后去做了一个足球的教练 到现在也到现在 我的父亲都没有说 因为他们是运动员 我一定要做运动员 他们教我一定要读书 一定要先读书想大学 如果不能读书的话 那就找个球队去踢球吧 但是当时我也想 为什么读不完 读不了书才做运动员 香港的运动员 其实也可以读书 所以也是现在 我跟香港很多的足球员 都跟他们说一定要先读书 因为给自己一个保障 然后在你长大以后 如果你像成为一个足球员的话 你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做足球员 所以现在香港也有很多 基业的足球员 现在也是大学生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之前的精英教练 Coach Kim 就是把我邀请到香港的 Youth球队 那我就觉得说 如果要做这些东西的话 一定要专心去做 那我就毁了我的以前的工作 就是专心去做教练 因为去香港 对这个机会很难的 是奉献我自己出生的地方 把一些有这个梦想的运动员 把他们带上班长台 要他们觉得代表香港 是一个很 proud的一个时刻 当初没有很多的licensed course 在那个时间 我找到澳洲有一个licensed的机会 就是B-licensed的机会 所以我那时候就去了澳洲 去上那个B-licensed 就是有这个心态 就是想去外国 学一些比较新的想法 然后再回到香港 把这些想法都把它放进 我的教练的理念里面 澳洲其实他们很很 已经很早有一个概念 好像巴西西班牙那些 都是最好的都放在他们 叫做一个叫做curriculum 就是一个范版 就是整个国家的足球 也跟这个curriculum去发展 好像年少的时候要怎么做 九岁到十二岁要怎么做 十二岁到十五岁要怎么做 十八岁以后要怎么做 去发展足球 去教什么东西给他们去念 因为香港好像都是一个教练 有它的一套教法 另外一个教练有另外一套 都没有不是一个统一的教法 就是这个curriculum 就是让我第一次觉得 整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这个curriculum 去发展自己的足球 但是香港 所以终于在大概五年以后 有第一个curriculum 第一个当然是coach kim coach kim是一个韩国人 他的要求很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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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很厉害 每一次都很很很很很 very demanding 所有东西都要做到最好 一定要去变策去变策自己 你不变策自己的话 那coach kim就来变策你 这是责任 所以要自己进步进步进步 每一天都 每一次比赛 要有什么还没有做 一定要做好 不能分心不能休息 就是每一天都在工作工作工作 因为coach kim是比赛完了以后 他回到回到房间 不断要看看影片 看五次六次看十次 每一天都在看 如果他输掉一枪球的话 他不能吃饭 他以前说了一句话 就是在香港输了一枪 香港队的球赛 他都他回了家里都不 三天不敢出出家门 因为觉得很很丑啊 因为输了球 就是他们很care 非常care的 对自己demanding 对其他的教练demanding 对球员也是很demanding 我也觉得 实施的时候是要的 可能香港的时候 做运动员太轻松 每天可能训练 一节两个小时就完了 他们已经在mentally 跟physically 要push自己 push自己多一些 做教练也是 可能很多时候 都有很多free time 的时候要push push自己 不断不断的在看那个training plan 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每一个比赛 再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就是就是coach kim 教给我的 然后其实香港有另外一个很 现在的来自日本的教练就是coach adachi 就是足足足足足足大教练 就是台湾上一个a license都是coach adachi 去做instructor的 他来香港他给了我很多很多远远见 就是足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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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踢法都是很...我的球队原浪的踢法都是很aggressive的 都是在前场去做defending 我们不怕输 一定要多些进攻 多进球 那个心态 这个intensity of the game 会高的时候 球迷就看得好 很快 很用力 很有心去踢球 进球很多 很精彩的那样子 那球迷看到这些很高强度 这球迷都会经常看赛事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philosophy 希望多一些impact 就是这样子 每一年都有一个叫做香港杯的 就是香港跟广东的比赛 广东队都有很多的 很多是中敲中甲的球员 然后那一次的比赛 我第一次当了香港队的主教练 然后把那个比赛赢了 都很感谢HFA 在这个夏天 也做香港的亚运队的主教练 成绩也不错 也打进了16强 然后我现在short term attire 就是把这些在元朗的经验 我的理念 所有教练的里面都发挥在元朗队里面 然后现在成绩其实也不错 long term的话 我想贡献我的出生的地方 我想做这个香港队的主教练 但是我也预期会做 要吸收多一点经验 希望在未来几年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个 因为香港很久没有香港local的主教练了 我跟自己说 已经要一起去努力 去实现我做香港队教练的梦想 之前的几个教练呢 coach kim跟 gary coach gary都是很有passion的一个教练 在注销方面贡献很多 在心里上面 他们都给我们的球员很多信心 外籍教练跟香港球员就是很friend 好像朋友一样,很关怀他们的成长,问他们的家庭状况怎么样,有没有需要帮助,给他们一个很软,很贴心的感觉。 跟香港的教育基督也一样,就是香港的学生都是等老师说我应该做什么,那我才做,那外国外职的家人就是我来去发挥你的潜能,你要做什么你让我说,你让我说,你说给我听,我给机会你说,你不用等我说什么就做什么,用你的发挥你的想象。 其实很多本地教练现在也要这个心去做一个基业的教练,我们觉得其实我们也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去当香港的主教练,我希望,可能不是我,但是下一任的教练可能希望是香港本地的教练,因为很多教练都work really hard,他们应该deserve一个机会去做香港的主教练, 我们也觉得他们有这个能力,那香港的FA跟球迷应该也要接受香港本地的教练也是有能力的,应该要相信他们。